当午节的连续假期大雨造成梳花公路中断 花莲县长傅昆琪连日来是针对这一事件 抨起中央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口水战 但是傅昆琪认为梳花公路关系到 东部地区民众的生计和安全 二号特别来到了台东 拜会县长黄建廷 希望花莲台东能够共同来发声 要求中央给东部乡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当午连续假期的一场雨造成梳花公路中断 引起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口水战 花莲县长傅昆琪接连以记者会 以及上全国电视节目来炮轰中央 漠视东部乡亲的权益 他表示梳花一断花莲就成为孤岛 不过民进党中央却也以三问来回信傅昆琪 连日来双方形成了口水战 傅昆琪认为 苏花改二期工程关系着东部民众的生计和发展 花莲台东可以说是难兄难弟一家亲 应该要共同来发声 向中央表达地方强烈心声 因此在六月二号特别和立委徐真伟一起前往台东 拜会了台东县长黄建廷 希望可以共同向中央争取东部民众的基本权益 花莲跟台东是难兄难弟 今天来到台东拜访黄县长 我想基本上蔡总统对于花东人民的提问 如果可以的话请先回答 我们不要太多政治口水 重点是今天新北市战烟大水 蔡总统对于花东人民的三问都还没有提问 请不要叫这些成绩不够的 这些下属单位来问花东人民 我们希望蔡总统心中到底有没有人民 请赶快回答花东人民的三问 今天我们到台东来 我们是耐兄难弟 基本上我们尊重台东 而刚好国民党新当选的主席吴敦义 来到台东进行感恩活动 傅文琪也和黄建廷一起参加 同时也说明了连日来的状况 希望国民党中央能够持续为东部地区民众来发声 记者胡俊彦台东市报道